12号下午在我的家乡福建 一场全球瞩目的会议在这里开幕 来自100多个国家 约400位政党代表 以及驻华使节智库学者 等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参会 共同研讨摆脱贫困与政党责任 共享减评经验 研讨会上播出的视频短片 梦想照亮现实 用八分半钟的时间 真实生动地再现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 特别是在明德工作期间 带领人民摆脱贫困的伟大实践 我有幸以媒体记者的身份 参与了这次盛会 中国的脱贫事业 可以说是富有远见和成功的 这得益于中国领导人 富有与贫困作战的勇气和愿景 研讨会后的第二天一早 我又跟随近三十位驻华使节们 赶赴宁德进行实地考察 在赤溪村的人民会场 大家一起观看了2016年 习近平总书记与赤溪村干部 群众连线的视频 到访的外宾们 大多是第一次到赤溪村 他们告诉我 赤溪村是发展的榜样 对偏远山区的脱贫和发展经验 很有借鉴意义 在赤溪村的奢族白茶体验馆门口 身穿奢族服饰的年轻男女们 唱歌跳舞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这位来自中非共和国的外宾 也加入队伍即兴舞蹈 他告诉我 这里的村民从发展中受益 他们十分乐观 热情好客 他认为脱贫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更是精神文化上的富足 行程结束后 一直到今天 赤溪村村民们的欢声笑语 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 他们脸上涨放的幸福笑容 也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这个山村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扎实推动精准扶贫脱贫的 生动实践的集中展现 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带领中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 脱贫攻坚奔小看路上的一个缩影 经过多年的努力 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使七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很自豪 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功实践 不仅为世界提供了重要经验 更为各国 甚至是发展中国家 致力于消除贫困 增添了信心 作为一个90后 我想 如果将来有机会 我也会接过扶贫的接力棒 去到中国 甚至世界的任何一个贫困地区 去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正在看视频的你 会不会也有一样的想法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